之前在約會的時候,就有聊到說 如果接下來有男朋友的話 我會是希望是公開的狀態 因為我已經不想要活得多多長長 大概是澎澎的 是澎中嗎?簽證的 澎中什麼工作? 就是他有想要看看國外的市場 不要我們自己崩潰起來自己 我們也要去了解你們在幹嘛 然後我覺得也算是想看看疫情之後 國際上面的大家都在做什麼 所以你已經是閒內住的角色 我也在看我的啊 看我的他看哪 我之前在約會的時候 就有聊到說如果接下來有男朋友的話 我會是希望是公開的狀態 因為我已經不想要活得多多長長 我覺得工作已經很累了 就是下班結束我還要看有沒有人跟我啊 然後我還要警戒的狀態 我不想要這樣子生活 因為現在對我來說我覺得生活的理由很重要 那如果是就是不是我的事 我想要這樣子的理由 然後如果也認同的話 那就再討論後續 不然其實有機會像 如果要刻意的 我是多多長長 我好像會讓兩個人相處的調節 跟內容都是在多長 印象中都是在看 然後在有個人跟 然後都是一個警戒的狀態 我覺得反而會減低兩個人相處之間的 體力感和平靜 所以這次也是自己心態的調整 所以這次也是自己心態的調整 做足以理由